大家好,各位窮戶的這邊,我大家早 風樂老師,今天看到大盤這樣的強談 大家的心情好像都比較開心了一點點 但是哪一些個股是弱勢反彈 哪一些個股是強勢反彈能夠繼續走高的呢 我想今天這個盤式的一個反彈 其實已經有稍聚一個雛形 我相信今天大家從早上看到現在 已經有很多的分析統頁都有在提 這一波反彈可能有千點行情 那我這邊來看,指數其實如果指數能夠走慢一點 那千點的行情真的會讓很多個股反彈的幅度會非常高 那我想我先從一個大的結構上面來看 美國股市因為了第12月的一個升息 有可能只升息兩碼的一個狀況,所以強談 它也帶動到亞洲股市全面性的一個反彈 那我會認為說台北股市這一波 本來就已經相對人家比較弱 但是它的一個下跌過程裡面 底部已經慢慢的一個成形 我們在上週就已經跟大家報告 有幾個底部成形的一個重點是 弱勢股它就會輪流了反彈 而且是類股輪坦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家就可以看到 從10月份開始,開始經營反彈的有向面板開始的反彈 記憶體開始反彈 ABF開始反彈 然後來到了上個星期有板卡在輪流反彈 甚至於是半導體成熟製程也反彈 那今天又有這個中國大陸因為美國要封鎖高科技 所以它轉向往我們的一個成熟製程的一個晶圓大工開始做一個洽談 要進行轉單,包括利基電跟聯電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所說的這五個主要的一個族群 基本上他們都從底部往上反彈 降超過10到15% 甚至有漲上20% 正式進行轉強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這叫做底部訊號的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弱勢股業績很不好的股票 它即便公佈了營收也不跌的 像今天來看到的話 我在想相關的這些的一個面板 它的一個驅動IC的部分裡面 其實營收也都還在掉 但是他們今天還在講 那整體的一個部分裡面我會覺得說 這是第二個訊號 那第三個這樣就強勢股補跌 台灣最強的強勢股當然在半炒部分 就是台積電其實上一週基本上在補跌破底 然後再加上說 你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些強勢股它漲多了 像充電庄的一個建機上禮拜也有補跌了 對不對 這些都是一個強勢股補跌的一個狀態 它也就是整個落底大概已經是確立 接下來就是像剛剛佑達所說的 誰會談 談得久 那我想剛剛在這些股票裡面 我去找相關的個股 它們在反彈過程裡面 有的都已經很快的漲超過兩成了 我就不建議大家去做追加 畢竟現在是一個 由空準備要翻多進行反彈 那個重要節奏的時刻 我們去找底部有打底 那同族群裡面位階比較低的 就以現在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投資朋友可以先去留意到 就是面板這一波啊 從友達群上開始反彈之後 他們現在還是成熟在高檔的強勢整理 但你可以發現反彈上來爆量之後 他就會休息 那休息再讓其他的一個股票再漲 像今天再漲的就是像 你看到的像敦泰 他今天的反彈還是相對強 4961的天宇反彈相對強 好 那我會覺得去找位階最低 都沒有漲到的 那更好 那這個就可以結合到 現階段的一個題材 除了大尺寸面板 現階段已經報價值穩準備要反彈 再來就是大家知道 現在已經是10月下旬了嘛 對不對 馬上11月份有一個重要的一個賽事是什麼 四足賽 好 四足賽每年的一個 每次的四足賽 他只要開始要去進行運動比賽的賽事前 他的相關題材 概念股就會開始漲 那我會提到說 這一波既然面板相關的一個族群都漲 但是面板的PCB 這個部分還沒有漲到 那底部如果打完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去做留意 今天幫大家帶來這樣客戶代表4927的泰鼎KY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三星電視面板 最大的PCB供應鏈 供應商 那它的營收在9月又呈現一個回穩的狀態 9月的營收重新占回11大關以上 來到12.73億 月增18% 年增11.72% 那重點是大多數的面板 其實在第二季 第三季就開始進行虧損 但是面板PCB反而卻沒有 那泰鼎它其實去年賺了7.25元之外 今年上半年還賺了4.08元 尤其是它的一個毛利率在第二季 已經來到22.57% 比去年同期的第二季還要來得高 這就很特別 所以我說如果現在看到了 整個族群在晚上反彈 那我們要去找的是未接低 有打底 然後又有新題材 投信其實在上個星期 也悄悄地開始進行買進 上個星期五 投信也想買了200張 那再往前看的話 可以發現 投信在10月18號開始買進300張 近期段的價格 跟投信在10月18號那天 買進的價位差不多 那月線的一個站上去之後 下一個挑戰的是是季線 那季線連現在都還有將近 6個百分點到7個百分點之間 我會認為如果要去做佈局 那當然是買未接低 題材已經有人先漲 那同租群已經有人先攻 那他未接又低 投信才剛剛買進 基本面又相對的好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安全 黑風老實在你講到了4927的太鼎 PCB族群當中呢 其實有法人力挺的 還有另外一檔是在2313的華通 華通近期投信倒是回補的蠻積極的 都有小幅小幅的買進 而且以未接來講的話 他倒是比較算是強勢股的補碟修正 畢竟他離年限蠻接近的 年限45塊嘛 現在44塊65的話 有法人投信的力挺的話 PCB選他會有比較靠山跟底氣嗎 要怎麼看看投信的介入買盤 我覺得他的一個狀況也相對的不錯 但是如果就你從長線底部開始反彈的話 他現階段要往上攻 他的一個往上攻的爆發力會沒有那麼強 為什麼 因為他的一個價格 你看他這波是從我40.7跌回來 他算強勢股在補跌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去看4927的太鼎 KY他就不一樣 他的高點是在今年的1月初 他是130多塊 130塊跌到是腰斬 腰斬之後還再往下跌 但是獲利可沒有腰斬 人家他的獲利 他的去年獲利 我們剛剛說到 太鼎去年的獲利就有7.25元 所以他才可以超過100塊 那今年的一個上半年又有4.08 那第三季 因為8月份 7月份的營收是比較大幅度的 衰退水股價 有進行一個比較大的回檔 可是他的一個8月9月已經又回穩了 9月還是比去年年增的 那再加上我們說 現在有幾個重要的一個觀點 我剛剛提到的 基本面部分還有就是 他是三星最大的PCP供應商 那三星現代 他們的太子重新出獄 開始要整頓經濟 那面板是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那我相信馬上就來到了年底的旺季 那本來就是電視機的一個旺季 拉貨也在積極 再加上說南向的一個政策 因為太鼎 大家顧名之余 它叫太鼎 它其實說 它在南部 就是亞洲的一個南部 包括像泰國 它的主要廠房就在那一邊 它是比較不受到中國風險影響 所以這就是它營收能夠相對穩定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倒是認為 如果就整個位階跟它的一個本益比來講 這個太鼎QR的本益比是超級低 你看12313的一個華東 去年賺4.31 今年上半年賺2.79 相對強相對好 但是你如果就絕對的獲利中控來看 兩黨的股票差的不到10塊 但是華東上半年賺2.79 4927的太鼎上半年賺4.08 我覺得還是要股票買超支 然後有題材的 我覺得會更有機會